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逻辑混乱 没有证明力 我的观点与张先生的观点并不矛盾 因为证据链的背后也就是逻辑链 但两者的差异还是存在的 证据链与逻辑链的区别在于 证据链由证据组成 而证据需要双方执政 最后由法官来决定证据是否采信 证明的事实能否成立 但是爆料是一个单方矩阵 它没有执政的环节 也没有庭审的过程 所以它只是一个逻辑链 也就是说爆料必须要自圆其说 下面我们就谈一谈 郭文贵先生爆料中存在的主要逻辑链的问题 第一个呢 推号RU-LRPG 这个推特就披露 有关郭文贵王彦平 以及郭文贵与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 将是秘密会谈的录音证据 郭文贵称上述证据 10%是真实的 90%是虚假的 经过剪辑的 王彦平七个手机六个被窃听 既然10%的录音是真实的 那我们就根据逻辑来推理 就说明郭文贵先生 是承认录音里面的声音是真实的 只是有90%的录音 是经过剪辑的 但既然已经确定了90%的 这么一个精准的比例 说是简洁的 郭文贵先生就应该公布 百分之百的录音 因为这样可以一朝自敌 因为郭文贵先生 有一个习惯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就是他会对所有的通话 都进行录音 如果郭文贵先生遗失了录音 那么最简单的政委方法 就是让他的助理王彦平 出来走几步 现身说法 观众朋友就可以比较他的录音 真相也就会大白于天下 如果郭文贵仅仅是口头否定录音 而拿不出证据 观众朋友就有理由相信录音是真实的 英国美国重要的网站已经公布了 前国土安全部长江省 与郭文贵的会谈音频 而江省并没有否定录音的真实性 第二 关于福内德牧 披露海航股份 与王岐山家族资产的证据 福内德牧 这个推友就自称郭文贵委托他制作海航股份 和王岐山家族资产的证据动漫 但他否认了证据的真实性 并指出了哪些证据他的虚假地方 然后呢 当看到了这个拼测的结果的时候呢 他就做了这样的回复 他互相之间的关系要有 要连在一起 就不能少 老弟不能少 但是做得非常好 这就是我意思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然后通过我这样的做法 我是达到了他的意思了 大家能听明白吧 达到他的目的了 所以说他的目的也就非常清楚了 他就是要拼到一起 郭文贵先生呢 承认弗类德木为他制作视频的事实 但他并没有否认弗类德木的指控 也未拿出证据来指出弗类德木的指控是虚假的 而仅仅认为弗类德木及其家人被警方控制 弗类德木在推特上否认其本能和家人被控制 其实啊 弗类德木是否被控制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他制作的动漫 所展示的证据是否是虚假 制作者自己承认自己制作的视频证据是虚假的 而郭文贵仅仅暗示其忏悔是虚假的 但是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核心 那就是证据的本身 观众朋友当来有理由认为 弗类德木对自己制作视频的否定是真实的 也就是郭文贵提供的海航股份和王岐山家族资产证据是虚假的 第三点王岐山妻子姚明山是否为美国公民的证据 郭文贵拿出来A4指上面有姚明山的社会安全号和身份证号 但众所周知一个不是美国公民的人来到美国一样可以取得社会安全号 比如说一个访问学者他到了美国他就可以凭他的访问学者的签证去申请社会安全号 重要的不在社会安全号而在于美国身份证的号码 但这个证据的关键部位又被郭文贵先生屏蔽 郭文贵要证明姚明山是美国的公民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公布整个完整的身份证号码 如果他故意不公布 观众就有理由来认为他的证据造假 第四点的谢先生政界府华太股份被强占的证据 谢先生政界府控告光贵利用国安部的马剑 政法委的张岳和中纪委的穆慧卿等黑势力保护伞 强占了华太公司股权 他们提供了马剑的录像张岳的判决书和孟慧卿的判决书 也有国安部张辉处长的录音 也有赵云安取隆法庭的供述证 尊敬的法官检察官 这是我第二次因为郭文贵站在被告席上 在我与郭文贵没有生意交集前 我有着稳定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 我与郭文贵的合作不但没给我带来任何利益 却因为郭文贵及其团伙成员对我的诬告陷害 致使我被河北省围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也因此我的企业和个人的全部财产被郭文贵抢夺占有 我在帮助郭文贵代持华太公司股份期间 按郭文贵的安排将华太公司肆意资金挪至郭文贵的政权公司使用 我的上述行为起到了帮助郭文贵挪用华太公司资金的作用 我当时虽然身为郭文贵的朋友和其公司员工 不得不按郭文贵的要求办 但也因此犯下了大错 曾经的审判长 审判员 曾经的检察官 2006年我筹资解锁华太集团 2008年华太集团从负债4亿多到账面资产10多亿元 为抢夺华太合作伙伴策划举报我天津公安局将我寄扬这期间家人通过同学 宇晓峰请郭文贵帮忙协调 郭提出要借给他一个亿 我被取保候审后因为无力筹措资金不敢得罪郭文贵 将我所持有的华太集团权益转让给郭文贵 在郭文贵指使和胁迫下 我配合取隆等人取得了公司印章 并在变更银行IC卡申请上签字 从而使郭文贵取隆将华太资金转除 郭文贵挪用和请占华太资金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于我的行为 我认罪并真切地感到痛心和悔恨 面对这些证据 郭文贵先生并没有否认其强占的事 并且曾在视频中说 占有华太股权是他人生犯的第二大错误 老领导批评他失得了 但他的理由很奇特 他认为自己不认识谢先生和郑介夫 这里就从逻辑来说 其实证明是否强占华太公司的股份 与是否认识没有关系 举个例子说你借银行的贷款不还 至于你认不认识行长没有关系 关键的问题是银行是否发放了这笔贷款 而你是否没有偿还这笔贷款 只要债权关系存在银行的行长就可以起诉你 就这么简单 如果说按照郭文贵先生的逻辑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郭文贵先生并不认识王岐山先生 那么是否他没有权利抱王岐山的料呢 显然不得 因为问题在于是否有贪腐而不在于是否相互认识 第五点就是郭文贵录音证明的逻辑 郭文贵报吴征和傅政华的录音 大家都听过 而傅政华的录音还是变身的 也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 但郭文贵先生认为他的爆料是真实的 是无可指责的 但为什么对待人家报自己的录音 就一定要得到郭文贵先生的认可呢 他就有权利单方的进行否认呢 第六点 郭文贵举证责任道指的逻辑 郭文贵先生报王岐山与范彬彬许秦云的 还有黄燕的小手 称可以适用举证责任道指 也就是王岐山和其他高官 需要自己来证明 自己与范彬彬许秦有没有淫难关系 黄燕的小手是否存在 但是为什么人家报郭文贵与语助理的淫难的料 就不能使用举证责任道指呢 是否郭文贵先生应该自己来证明 他与语助理没有淫难 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先生 批评郭文贵 乱能 其实他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 在王彦平的录音中 王彦平称自己是光贵三哥的儿媳妇 你是那个郭董的侄媳妇 对 是吧 对外不这么说 明白 就是他私下跟我讲 对对对 对外不这么说 就是自己人没关系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同时也有王彦平与郭文贵信爱的录音证据 郭文贵未能否定上述录音证据的真实性 那么滕彪律师当然就有理由认为烂伦成立 郭文贵如要否定就应该拿出证据 来证明录音是虚假的 或者让王彦平走出来辟谣 但是如果仅仅是口头的否定 又承认王彦平的手机被窃听 观众朋友就有理由认为这些录音都是真实 第七点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郭文贵所做的一切都在反讽报应自己 郭文贵说人家赢了 结果人家爆料说他赢了 说证据是真实的 现在又被证明他的证明是虚假的 郭文贵先生口落悬河 但是缺乏基本的逻辑 炫富现在被证明资金缺乏 说有美国大兵的保护 却面临被遣返的密誉 说人家贪腐 却证明自己过去也是贪腐集团之一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报应呢 我想啊 原因在于郭文贵先生的爆料缺乏正义 如果大家记得 林肯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可以来解释这个现象 林肯总统说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 可以永远欺骗有些人 却不可以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